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我们再放个蛤蟆 这个其实陈老师我是不想骑上去的 但是这个没有放出来 这波我们再用划铲骑手 好的 这波接上平A 对面的话只要一替身 我们压个熊猫不要贪 这波对面是放了乌鸦 但是你这个乌鸦白给 然后我们再放蛤蟆过去 那么对面不再下路的话 肯定是在上路直接一个划铲骑手 大家也能看得出我打小自来也的套路 就是用大蛤蟆去试探对面的位置 然后用划铲百分百骑手 对面击身快好了 把他变成小蛤蟆 好 这波不能A了 赶紧走 然后反向放一个划铲 保护一下自己 小蛇丸会放出来 对面又是放这个分杀证 陈老师再放一个霸体 对面还放了这个通灵 说明对面打的已经是很着急了 对不对 好 这波我们再把这个蛤蟆放出去 好 试探一下对面的位置 然后再放这个划铲 对面击身又踢掉了 这一波小蛇丸撞到他了 好 最后的话呢 把对面再变成一个小蛤蟆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玩小自来野这个套路 用大蛤蟆去试探对面的位置 然后用这个划铲这个技能 百分百击手 对面第二个的话是止水 止水这个忍者也是非常强的 在私人里面 然后开击成老师直接一个划铲 对面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回来 把它变成小蛤蟆 然后接上平A 这一波对面是有替身在的 然后这边一一片替身成功 好 这一波直接开个霸体 找准机会 好 找准机会 直接一个划铲百分百击手 好 这波我们再接平A 那么小自来野划铲这个技能 起手先手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面替身快好了 把它变成小蛤蟆 然后再接这个划铲 好 这一波 好 把它替身骗出来 然后往回走 然后再回来给他打招 游戏结束 小自来野这个忍者是真的很强 我真心喜欢 这个忍者是18块 忍者里面最值得的 对面最后一个是这个鬼灯水月 带的是霸体 那么鬼灯水月这个忍者 其实技能我不是很熟 开就我们先放个蛤蟆 好 这波划铲又中了 好的 但是平A没接上了 这一波开个开霸体 只能开霸体了 这一波对面是把霸体叫到过来 然后我放了个蛤蟆 小自来野带这个蛤蟆 是可以破对面霸体 陈老师想衍生骗地 所以对面不剃 不剃我把你变成小蛤蟆 然后接上这个划铲 这一波对面剃身剃掉了 然后这一波 先忍 我陈老师剃身剃掉 对面是直接开大 你大招空了兄弟 然后的话 陈老师在中路放一个蛤蟆 但是对面直接一个无敌技能 是穿了过来 哎呦我的天 这一波陈老师想忍一步 我想等这个霸体 等霸体好了我再剃 但是对面平A失误了 我一个划铲接上 对面一剃身 我先压个阔鱼 是吧 然后再放个大蛤蟆 这个现在血量又是我多了 好 这一波 我感觉鬼灯水的这个忍者 这个技能和平A衔接的不是很好 这个忍者做的 然后我们放一个小蛇丸 想把它变成这个小蛤蟆 没成功 对面直接开大 但是他大招空了 陈老师也是直接开大招 互相空大一段建议 他刚才开大的那个第一段 因为我还是个霸体状态 所以说他没有打到我 所以说两个 他是空大了 那我最后我也是交个大招 一个小自来也的一个反三 那好的 本期视频给大家做 这边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